以下我就想展示一條影片給你們看 就是我看了這條影片之後 我就發現防曬是多麼無敵重要 你不防曬你真的會很容易露 所以要保養自己的皮膚 要從防曬開始 如果你想知道什麼影片 令我改變對防曬的概念的話 你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好 去片 所以防曬真的很重要 所有皮膚不好的症狀 很多都是因為沒有好好做好防曬而產生的 例如骨膠原流失 有斑、有紋 碎爐全部都跟防曬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你不好好防曬呢 對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為什麼我今天要拍這條影片 大家應該都看過我Instagram上 分享我很喜歡的防曬 還有我五月之外最喜歡的防曬 然後我剛才去到Shashado的Event 去到Event的時候 很多朋友就跟我說 我看到你那條五月最愛的影片 我買了那個防曬 然後有很多人在我上一條影片留言說 香港買不到 有人說在日本買到 有人說在韓國買到 我想說我是由三年前開始 喜歡防曬 即是會注重防曬 一開始都是用Shashado的 當然中間試過很多牌子 但我剛才在Event裡 有個朋友跟我說 其實Shashado有這麼多隻防曬 但你有沒有試過 我說我全部都試過了 那不如你拍影片解釋 每一條有什麼分別 因為其實它們全部都很像樣 然後就 靈機一觸 不如拍這條影片吧 講一下 那麼多Shashado的防曬 有什麼不同 所以就今天這條影片的誕生 我剛剛開始注重防曬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防曬 但是我很久之前都跟余德成拍片說過 就是這一支 那這一支就是 Shashado的Perfect UV Protector SPF50加和PA4加的防曬 這個防曬是我第一支最喜歡的防曬 我想我喜歡這支是兩年前 那時候就剛剛開始會護膚 還沒化妝 那麼多化妝 全部都是護膚 所以我就試很多不同的防曬 但是很多防曬很多時候 塗上臉上會感覺到很粉的感覺 而且會塗上臉很白的感覺 而且會塗上臉很乾的 那我就一直都在找一個 我覺得適合的防曬 然後就讓我找到這一支 那這一支防曬 我覺得它是很好的原因 是因為它好像水一樣 大家看到嗎 它呢 我擠了上去 它一推 沒有了 而且它是透明的 那才是重點 很薄 很透明 那所以我就很喜歡那支防曬 那我就一直都以為這一支 會是我的最愛的防曬 隔了一年之後 即是去年 SUSHADO出了另外一支防曬 一聲完全是 我覺得 超越了它 因為SUSHADO之前 送了一個產品給我 那裡面就有一個 上年超愛的這一支防曬 我放了我背包 而我整個背包 扭去公司 所以我今天只可以給圖給大家看 那但是真的很好 就是這一支 這一支呢 蓋子是白色的 這一支是橙色 那這一支呢 叫做 Hydro Fresh 跟這一支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那一支呢 是比較敏感的 它有一種 塗上去 有一種護膚的感覺 還有比較滋潤的感覺 這個呢 塗上去呢 有一點乾的感覺 但是那個呢 就好像有一種爽的感覺 白色那支 那所以它推出這支的時候 我是瘋狂的瘋了 還有呢 我是一個會補防曬的人 如果我可能10點出門口 我可能是2點會補防曬的人 還有因為那時候沒有化妝 所以整天都塗防曬 那一支是 became我一個 上年最愛的一個防曬 同一時間呢 它上年都出了兩支防曬 一支是這支 for sensitive skin 另一支呢 就好像BB霜 這樣 這些全部都是我真金白銀自己買的 雖然它今年送了一套給我 但是呢 我也是超級fancy 防曬真的不怕多 那有什麼不同呢 我這個買完之後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比較厚 它都算很水潤的 但是塗完之後呢 會白了一層的 這個是不會的 看到嗎 那我自己不喜歡啦 但是他們就說這個呢 是給敏感性皮膚之餘 小朋友都可以用的 那我猜它不適合我 因為我不喜歡會白了 但是因為我很多朋友呢 都很容易塗防曬 會敏感的 那可能他們這個適用 但是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白色的那一支 就是這一支 Hydrofresh這一支 是極之喜歡的 然後呢 剛才說的這一支 wet force的BB箱 for sports 那我想補充一件事 那以前呢 是沒有wet force這個功能的 那wet force是什麼呢 它怎樣防水法呢 就算你塗了之後 那你可能會流汗 或者可能會做水上的運動的時候呢 它只要防曬遇到水的話 防曬那個保護網會更加的增強 那我自己就很喜歡這個功能 因為自己真的很喜歡防曬 而且很怕太陽會令自己出斑 或者是皮膚不好 其實我不理會曬黑的 但是我就不想又出斑 或者毛孔粗大 那還有夏天一定會流汗 所以我覺得wet force這個功能很好 那還有呢 它是有PA4個加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其實有很多防曬呢 它都是只有3個加 所以我試的任何防曬 at least要是4個加 那些BB cushion 那些不算 但是一個真正的防曬 我的minimum requirement 是4個加 你會不會都是 如果你是 你留言告訴我 還有究竟有多少人 是讓我講完我喜歡用防曬的產品之後 而去試用我講過的防曬 有的 你都留言告訴我 我想你們告訴我 你們的感覺是什麼 用完之後 因為我真心分享 喜歡用的產品給大家 即是大家試用後都喜歡 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因為我絕對不會盲中中 推銷產品的人 誒 先說完 那這個BB product 這個BB霜呢 其實我想我用了兩三次而已 我就沒用了 那這個其實它是有色的防曬 遮一個紋身給你看 它不算一個很厚的遮瑕度 那我自己呢 就覺得呢 因為它的texture用完之後 沒有這一支 或者是白色邊的那支 那麼爽那麼舒服 那所以呢 我自己選擇 我會用完防曬之後 自己再上粉 就不會特地只塗這一支 我自己覺得 那還有呢 我呢 我呢 上網見到 出了一隻新的 叫做Multi Defense 這一支 但我沒見過 所以我也想知道 這支是有什麼用 我會想試一下 如果有看過五月之外的朋友 都知道我說了這一支 基本上它就是最好的 因為你塗完之後 你完全不覺得自己是塗了防曬 而且它很薄 它是很方便 你就這樣拿一支Gel 好像唇膏那樣 一塗就已經搞定了 透明了 然後呢 揉開它 很香 很薄 而且它小小一點 攀帶方便 放在手上就行 放在背上就行 所以它真的是超級無敵方便的防曬 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 很愛它 而且我已經叫我身邊所有朋友買了 因為真的防曬產品 我還沒用過一支可以比它更厲害的產品 而且它這次推出這個的時候 它推出了一個唇膏 UV Lip Color Splash 它就是有SPF42 PA3個加 還有它是有色的 那我自己也是在泰國的時候買的 那我買的就是買粉紅色 那這個是今天他們送給我的 就是橙色來的 那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就知道我不是一個Lip Gloss的愛好者 那這個其實它的質感是有點像Lip Gloss 那雖然用上去之後 它是不黏不黏 但是它不是一個超級薄的Lip Balm 是有一個厚度在上面 但是不會屬於叫厚 但是一定不會叫薄 但是它不會黏著 因為我去店鋪試的時候 我覺得三種顏色上到我的嘴都不太適合我的嘴色 可能因為我唇比較深色 還有男生用Lip Gloss有一點 但是女生不同 那所以如果你是男生 我就覺得可以用一些牙色的潤唇膏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試一下這個Lip Balm 它有一點點質感 那可以夏天上學的時候 或者上班的時候 它的嘴好像有一點點色 一點點亮度的 Sexy的嘴 那Anyway 其實我自己也有試其他品牌的黃曬 但是我真心覺得Sexy的這幾支防曬 是真的我給很高分 我知道很多人有用 它有一個副線叫Anisa 那我也有試的 但是我自己用完之後 我也是喜歡Sexy的這幾個產品 但是我覺得真的沒有一個產品 是到這個 跟它等同的可能有 差不多 但是這個真的是 No.1 我說的 但好像香港沒得買 好了 防曬就說到這麼多 夏天來了大家記住防曬 還有記住防曬 其實在一年360度也要防曬 不是只有夏天才防曬 冬天也要防曬 秋天也要防曬 春天也要防曬 我順便想說多一件事 就是我剛才去完 這個活動之後 我收到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 星級黃牌免疫力精華 三部激活肌膚防禦力的 新的Ultamuni這個產品 那盒很漂亮 但是我還沒試 我會試 然後我再告訴大家 但是我是有用它上一代 我也是用真金白銀買的 我在這產品 三年前就已經有用過 我覺得蠻好用的 但是它說這個星級版本 我就不利用過 所以我會試試 再告訴大家 那外型 我剛才問了它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很熟悉 這個瓶 就是多了銀邊 看到嗎 對 它說這個 是多了靈芝的精華 那靈芝有什麼用呢 靈芝被視為強身健體的靈藥 它的葡萄糖 是證實了可以 增強強大的免疫力 促進肌膚免疫力 細胞的增生 我之前是有用這一支 還有它的Eye Concentrate 我有用過那兩支 但是這些是新一代 不知道是怎樣 那我會試一下 再告訴大家 因為我比較少分享護膚 如果你想看我多點說護膚 或者想說哪一類型的護膚 你可以留言 就是這麼多了 我說完了 那大家快點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我經常會在IG Stories 很立刻分享一些我會試的產品 所以如果你們在Stories 看到我分享一些產品 你很想我拍片告訴大家 我真正的感受的話 你們可以留言給我的 知道嗎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你們ív 我現在卡上了 我之後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